军统局是国民党的情报单位,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在军统局首长戴利的领导下,更是赫赫有名。 主要负责谍报以及暗杀等工作,常常是让人文之色变的组织。 而在戴利的手下,有三个风云一时的得力干将,他们分别是 沈罪、周养浩以及徐远举。 这三人的年龄相当,职位相近,而且都曾是戴利面前的大红人,也因此被称为军统三剑客。 在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曾经的军统三剑客没有来得及跟随蒋介石来到台湾就被逮捕。 他们全部留在了大陆。 那么,今天就来介绍军统三剑客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 第一位,沈罪 1914年出生,湖南湘谈人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在军统三剑客中,沈罪是最知名的一个。 长期服务于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投资代理的信任。 在军统局中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 沈罪18岁时,因在湖南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后投奔自己的姐夫娱乐行。 而娱乐行也大有来头,她是国民党,复兴涉特务处在上海站的站长,拼命于戴笠。 之后,在戴笠创办了特务警员训练班时,娱乐行主持训练工作。 亲自讲授特工理论,以及化学通讯、毒药、麻醉等课程,成为当时军统最著名的训练专家。 在抗战初期的训练班,也均由娱乐行主持。 而投奔姐夫的沈罪,来到上海后,经过娱乐行的介绍认识了代理,加入了复兴涉特务处。 特务处也是后来军统的前身。 沈罪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一身武艺,为人又机灵懂事,很快深得代理信任,成为代理身边的红人。 沈罪28岁时,就成为少将处长。 33岁时,成为保密局云南战战长,中将军衔。 1949年12月9日,卢汉以云南省政府主席身份,宣布投供,而沈罪也被卢汉扣押,最后被迫投供。 沈罪被捕后,先是被关进重庆白公馆监狱,并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 如当时在昆明等候飞去台湾的军统西南区,政府区长的徐远举与周养浩,后来皆被扶成为战犯。 至1956年,沈罪被转移到龚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沈罪在战犯管理所中相当积极改造,于1960年时被第二批特赦。 是前两期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前军统要员。 特赦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与其他被特赦的国军高阶将领, 如杜玉明、宋希莲、王耀武、陈长杰等和前满洲国首脑的溥仪和溥杰, 一起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 据沈罪本人在他的书里,我这三十年中回忆。 当1976年,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政协文史委员会时, 全体委员皆伤心落泪。 1980年,经有关部门重新认定,沈罪曾经协助过卢汉起义, 也曾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字,因此被撤销战犯身份,成为起义将领。 而沈罪也是军统三建客中,著作最多的一位。 他的著作有 我这三十年,我的特务生涯,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 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我所知道的代理,等等。 至1996年3月,沈罪因病在北京逝世,中年82岁。 第二位,周杨浩 周杨浩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 在军统三建客中,周杨浩因为平时温文儒雅,关键时刻却心狠手辣,而被称为书生杀手。 周杨浩是浙江江山人,与特务投资代理,和毛人奉侍老乡。 而且,周杨浩又是法学院毕业,算是高知识分子,也经常为代理出谋划策,因此深得代理信任。 从1933年,周杨浩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后,先后担任过,习封监狱主任, 重庆卫书总司令部保房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务。 至1949年,周杨浩曾参与杀害杨虎城的行动。 同年12月,周杨浩在昆明等待飞往台湾之时,因被俘而投共的审罪,将其供出。 而被卢汉的云南军队逮捕。 起先同审罪、徐元菊等人同处一事,在重庆白公馆关押,至1956年转到北京关押。 因沈罪交代问题时,曾涉及到周杨浩,因此周杨浩怀疑,沈罪有意出卖自己。 于是他怒火冲天,顿起杀意,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罪头上砸去。 多亏旁边的宋希莲用手臂挡下,才没砸到沈罪。 此后周杨浩和沈罪一直是横眉冷队,不相往来,只要涉及到对方时,总是有意回避。 而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与沈罪不同的是,周杨浩一直拒绝接受改造,总说自己无罪,拒不认错。 也因此,一直到1975年,周杨浩在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被特赦后的周杨浩本想去台湾,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之后他移居美国,于1990年在美国去世,终年80岁。 第三位,徐元举 徐元举在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野县,黄浦军校第七期毕业。 他自幼天资聪颖,18岁就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因为努力学习而深得戴力赏识。 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砖史刑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 1945年6月,被带立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 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 在徐远局的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 徐远局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辉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因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而张群早就认识徐远局,对他特别赏识。 所以,徐远局更是红的法子,故徐远局被称是西南红人。 至1949年12月,徐远局在昆明被卢汉的投共部队逮捕。 他被作为战犯,被押送至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战犯管理所经两次特赦后,由于没有他,使他感到极度不满。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眼间特赦没有希望。 1973年冬季,一次受到批评后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又用冷水洗澡,而在卫生间晕倒,徐远局送医院后抢救胃果。 最后因脑血管破裂不治离世,终年59岁。 因此,徐远局成为三剑客中唯一没有等到特赦而离世的战犯。